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9月就要登场的台北听障奥运 主办单位安排了台北各级学校来担任青善团的工作 要好好招待外国听障选手 为了要让小学生能够更认识这场赛会 特别举办了一场别开生命的儿童奥运会 让他们能够亲自体验无声的运动世界 劳力 射击 国系手语 所有摊位全部和听障奥运相关 觉得好不好玩 好玩 不好玩 为什么说话不好玩 有点很麻烦 要一直比 我觉得说话比较好 有人觉得好玩 有人觉得不好玩 不过现场最特别的还有这一个 这可不是假的邮局 可是如假包换的真邮局 写上地址 盖上邮戳 就可以把听奥的消息寄给远方的亲友 就连听奥篮球队的准选手陈威宇也来试试看 除了探位游戏之外 舞台上更有看头 台北起从学校的空手道队的表演 看的现场观众是惊呼连连 还有力农国下的手语歌表演 也道出了选手们努力的过程 我们请了一位舞蹈老师 蓝坡老师他设计了一个很独特的听奥的 这个手语加舞蹈的一个表演 然后他会带着这个我们一些种子的老师 到全台北市的每一个学校去 透过他们周会的时间 再去再加做进一波的宣导 学好手语 招待外国听障选手 这群小学生到时候会用他们的双手 为台湾做最好的国民外交 记者 郭家梅 郑凯文 台北报道 刚刚看到了这群小朋友 手语比的是有模有样 是不是很可爱呢 今天我们来试试儿童的手语 双手在肩膀上动一动 这样就是儿童 儿童 您学会了吗 其实在听奥期间 选手如果不小心受伤了 医疗是很重要的哦 今天舞龙老师就要告诉我们 医院的国际手语应该要怎么比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听障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苏 我是舞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哎 舞龙 国际手语除了在赛会中使用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吗 我想医院应该也很需要 对哦 在运动竞赛时难免会出意外受伤 小伤在各竞赛场地 有医护人员处理 但比较严重就要送医咯 对 平时我们就医可以申请台湾手语翻译 但是外国龙人看不懂台湾手语耶 怎么办呢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学一点国际手语 嗯 今天就教教大家医院的国际手语吧 嗯 好 台湾手语的笔法 医院 国际手语的笔法 医院 医院 国际手语轻松笔 拼账奥运就看你 词曲 李宗盛